Leo聊世紀 天天都個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土耳其人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漫遊戰士盃2的雪球地圖 日文叫做卡斯密歐 這個詞呢 雪球 他已經叫做線吧 那我只記得他的日文叫卡斯密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圖名稱對我來說有一種深刻的回想 MIPER這邊是選擇了土耳其人 打這張地圖 我覺得還算不錯 連這張地圖的黃金也是非常非常多 可以看到這個黃金資源來到了五萬億 非常可怕 到處都有這個小塊黃金 一隻蛙 一隻爽 那中間這個狐群呢 有些人會去爭奪 有些人不會 那我是覺得爭不爭奪其實蠻無所謂的 因為這個魚池 你的距離都其實蠻遠的 捕魚效率其實沒那麼好 而且中間開局這個地方呢 也沒有這個生物可以搶 所以我覺得要不要打海戰 我覺得非常沒必要 非常沒必要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土耳其人特性 土耳其人特性呢 是他的挖金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他的大落馬可以自動升級 清洗兵也可以 而且遠房還自帶一點的加成 非常的坦 但是他的槍兵跟毛兵呢 都不能升級 非常的悲劇 所以只能透過駱駝去反制騎兵 用這個騎兵去打弱 去打弓兵 會比較適合 那他也是一個馬功 血量最多的文明 只要點一下這個才藝騎兵 馬功血量可以高達100滴血量 那他的火槍部分呢 是有免費的化學 所以一到地獄時代就可以點火槍或是火炮 非常的好用 那他城堡時代呢 也是唯二的 這個城堡時代可以出火槍兵的文明 土耳其火槍兵 那另外一個是波西米亞的化學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條多人的特色 那條多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農田相當便宜 團隊加成呢 有這個抗招響的能力 但是他的肉馬呢 是不能升級的 那遊俠呢 是正常升級 但是沒有跑速的關係 所以跑的比較慢 但是有團隊加成的關係 所以他的遊俠比較不太容易被招響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 這個騎士沒有辦法反制對方的生旅 那條多人呢 他的騎兵路線跟步兵路線是主力 他的步兵呢 近戰防護力也比較高 跟遊俠一樣 後期呢 可以裝火槍或火炮 地龍世代可以點這個泡門躲口 可以讓自己的城堡射程 變成射程最遠的城堡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封建世代怎麼打吧 那我們想看起來 VIPER呢 這邊是要爭奪海戰的部分 那條頓這邊也是 有海 就是想捕魚 兩邊的運輸船都是看對手的 魚魚船在哪裡 沒想到兩邊還是打了一個海戰 好 那前期捕魚 那目前看起來VIPER是想要把這個魚 補個大概四到五艘魚船吧 那現在標配都是五艘魚船 多則六艘 七八艘 那來看一下VIPER會按到幾艘魚船呢 那前期有捕魚 經濟還是比較好的 只能說前期黑暗時代有捕魚 真的是香 真正可以多好幾百肉 所以要不要爭奪這個海戰 就要看封建時代要不要去轉戰船 當然黑暗時代還是可以補移 但是到了封建時代之後 就要看要不要繼續維持海戰 那在這樣地圖來說 你已經不知道對方距離在哪的時候 你只知道對方有開海 那我覺得前期還是打海戰會比較好 把這個對方的經濟先控下來 比較重要 那這三隻村民 現在要來這邊撈這個海濱魚群 那通常海濱魚群都會拉四村去撈 因為通常該劍卡會比較快 像這樣子 四隻村民 那看到鹿群 還可以去打個獵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 大家遇到這種地圖的時候 拉四村去撈魚 看到鹿還可以順便吃一下 還不錯 MIP這邊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之後 補下了四級 打了一個26加2的經濟配置 然後要來打直層 所以這個海戰 我覺得不用去爭取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爭取得太久 打直層也不太容易 MIP這邊經濟配置用得很極限 可以看到這邊 424加2 這個極限升級 好 剛看錯了 剛有26加2 也是24加2 好 等一下要撐爆時代 還是25加2呢 應該是25加2 好 那條動人這邊是24加2 但是魚船的部分 要被燒光了 上面重新補了一個碼頭 欸 這個碼頭是怎麼補在這啦 這個村民過去蓋了一個碼頭是不是 哈哈 居然是在中間的地方補碼頭 好 那海戰的部分 也稍微出了一些火戰船 好 條動人 現在這裡 前期的經濟優勢 不會那麼明顯喔 因為農田便宜 但是這張地圖 前期是不太需要撒農田的喔 所以它的優勢時間點 會在城堡時代的中期跟初期的時候 會有一些優勢在 那VIPER這邊則是要到城堡時代 這邊點下二級農田嗎 這邊要先開第二個TC 二級農田不補 好 前期的話 農田部分可以不用那麼早補 畢竟自己現在有海域優勢 欸 結果這個海域 VIPER是決定不打了 不打了 果然是選擇了汽海 反正前面那個魚有補起來就行 好 那條動人知道 自己有這個補魚優勢了 趕快去補魚 那現在肉麻 VIPER的肉麻自動升級 親起兵開始到處看一下 抓了幾村 好 汽海 那條動人這邊補魚優勢的話 就可以去撒魚網了 這樣就很尷尬了 那你達到了這個海域優勢之後 你該要去放魚網還是要去撒農田 這對於條動人來說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農田便宜但是魚網沒有便宜 所以這一點 VIPER 我覺得汽海是一個明智的選項 那我是覺得條動人還是要多多去補下農田科技二級伐木 還是以種田為主會比較好 海域的部分還是先把野生魚吃完再說 後面要不要補魚網 是之後的事情 好 VIPER這隻肉麻 最後又多抓了一村 搞定了 VIPER這邊前期打的算是很好 直接補了4TC開農 而且還是在撿生物了 完全不怕對手 過來前期騷擾或禁告 打的就是一個安心穩 開農就對了 VIPER後面經濟開始 持續擴張 生物開始撿得很開心 那生物的部分目前只看到兩個嗎 第三個有看到嗎 已經撿了兩個了 所以這是第三個生物 VIPER都先撿遠的 這邊補了一個軍營 結果村民又被肉麻砍死 VIPER這邊除了農之外 還用肉麻進行騷擾 打到這邊條頓有點難受 那條頓呢 這邊要打對方的馬就很尷尬了 你不能用騎士去追喔 通常還追不太到 但是不用騎士的話又不行 又更追不到 這個重裝長相兵 對方要是走肉麻 又不是走騎士 你也不能用森旅去做反制喔 這個是條頓人在城堡時代的出襲 這段時間會比較麻煩的地方 你不管出什麼都很難反擊回去喔 你也沒有這個馬攻路線可以打 便你沒有重裝馬攻喔 而且也沒有三級射 所以不管怎麼打都很難追到底人喔 這算是條頓人的在這個時間點 比較難處理對手的肉麻的情況喔 所以MIPER這邊用肉麻一直去騷擾 是最好的選項喔 好這一隻生旅過來撿聖物 條頓人這邊已經點下了手推車 好肉麻打了一下 捕魚的村民 好這個長槍兵 在 守這個聖物 結果被招翔走了 好那這邊輕騎兵 又過來又差點砍死一隻 現在條頓5TC開農 VIPER這邊也是5TC 兩邊都是5TC開農阿 哇這場比賽 你農我農 打的就是 你農到兔我也農到兔 好命就是等等我們帝王再來決戰 哇靠 MIPER這邊偷支部 29分鐘才點下 太大膽了 5TC偷支部 29分點帝王 太狠了 這邊村民想要稍微圍一下 但這邊是圍不好的 還是可以流過去 這邊只能說條頓人圍了一個寂寞 好最後生物條頓人可能只能拿到一個嗎 還是聖物全輸呢 目前看不太出來 哇聖物全輸喔 哇5聖物都拿到了 VIPER5聖物怎麼輸 太穩了 哇結果這個火戰船 直接把聖率給燒死了 現在5聖物的VIPER 10拿9本 這兵地王時代也補一下 補了一個哨戰 好突然海戰要回頭打了 好 那這邊漁網也是有灑 但是灑得很隨意 隨便稍微灑一下 好條頓過來壓寶 裡面村民少有被控制住 但只有兩村 還好 好點下了造船員跟炮兵 VIPER想要從海陸都進攻啊 海戰之外 我也想要從物戰進攻 那你要怎麼進攻呢 好補了一個城門 那這裡要蓋城堡的意思嗎 哇靠 這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竹城戰法 一夜城又要出現了嗎 好補了一個火炮塔 欸 VIPER這個是什麼東西 火炮塔工程 呃 砲兵科技點下之後 可以看到這火炮塔射程 來到了 18加5 哇靠 13射程啊 你就算用火炮 也沒有辦法反擊 你只能用巨型投10機啊 VIPER這一包 這一場 搞起來了 打出一些奇怪的戰術 VIPER這邊 很秀 火炮塔工程 各位有沒有看過 大概100場多一些 裡面只會看到一場 用火炮塔來工程的文明 那個文明呢 就是VIPER 好 開始搞起來了 VIPER太狠了 甚至連城堡都能打 那條盾這邊呢 也可以用城堡反制喔 那這要先點下二級射跟金罐 就可以用城堡反制這些火炮塔 但火炮塔也可以反制城堡 OK 點下炮門躲口 好 但是條盾人現在一路被身差進來 火炮塔越來越多 好這邊再稍微微一下 把自己家裡給微起來 收村 防守 火炮塔又來了 哇靠 這個火炮戰船也來 火炮戰船的射程是15加2啊 17射程的火炮戰船 真正的火炮文明 烏爾西人 太猛了 哇這個城堡被火炮塔打 好痛啊 這個開炮的威力真的是有點頂 好現在火炮塔 沒有辦法處理 只能趕快拉走 拉個村民過來修理一下城堡 狗一下 好那我看到對方轉了騎士 viper待會入戰要開打的話 可以選擇駱駝路線了 好但這邊火炮火炮戰船 我們預判一下 打倒了幾隻騎士 往家裡左邊走 好再預判一下 這個火炮戰船 還在擋 但是viper並沒有轉出 駱駝出來 而是繼續想要升差 騎士溜進來 該怎麼辦 家裡生旅 招翔 應該沒有辦法招到 有抗招翔 可以撐很久 結果回頭 招到了 好 沿路進攻 結果城堡 被 火炮桃給拆掉了 好 兩台火炮要被抓掉了 好 火炮出來 想要反擊巨頭 但是 沒有辦法 人家準備騎士 好 現在 左右兩邊 這裡 沿岸掃蕩 整起活來拉 調盾人 不 viper這邊 這邊 條盾 該怎麼打呢 現在家裡 沒有東西可以擋 沒有東西可以擋 馬卡也沒升 還是 全部使用火炮塔防守呢 家裡也插滿火炮塔 那現在條盾人家裡經濟 越來越尷尬 好 這些條盾 打出了GG 直接不玩了 那我們勾起viper 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邊 這邊對手還祝福viper 恭喜 進入下個階段 這個火炮塔攻 太屌了 真的是太屌了 真的是 難得一見 可以看到這個 土耳其的火炮塔戰術 直接把對方家 當成香爐再插 太狠了 這個經濟直接被控爛 這個射程真的很遠 13點的射程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要請介紹喔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